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纽约时报报道 特朗普的大女儿伊万卡特朗普打破了宅家禁令 4月8号从华盛顿特区出发 与丈夫贾里德·库什纳和他们的三个孩子 前往新泽西州的特朗普·贝德·明斯特·高尔夫度假村庆祝今年的逾越节 据悉 华盛顿特区发布了一项从4月1号起生效的宅家令 这意味着居民只能为了生活必需品而离家 违反该命令的行为将被处以罚款或坐牢 而伊万卡本人3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 敦促美国人留在家中不要出门